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影響著廣東沿岸地區的東北郭尤峰 只是逐漸漫和 今早香港各區的氣溫 普遍都回升2至3度左右 不過天氣方面還是相當清涼 到今早6點為止 各區的最低氣溫普遍只有13至15度左右 各位就要繼續注意暴亂 小心不要凍傷 至於天氣方面 在雷達圖像中 我們看到有些雨區還是影響著廣東沿岸 所以預計香港今天繼續有一兩晨雨 如果帶發暗微一點 看看衛星雲圖 現在繼續有一道廣闊雲大覆蓋著華南地區 所以預計天氣方面 香港今天至未來幾天都繼續是多雲為主 另外如果看氣壓的分布 現在在沿岸地區的氣壓低度稍微疏鬆 原因是因為東北郭尤峰 只是逐漸緩和 不過很快到周末的時候 沿岸地區的氣壓低度又會再次變得緊密 因為有一股季有風的補充 會在這段期間影響香港 所以預計相當清涼的天氣 在周末期間會持續影響著我們 各位就要注意 至於詳細的天氣預測 而且香港今天會大致多雲 以及一量陣雨 部份地區能見度較低 早上的天氣相當清涼 日間最高氣溫會上升至17度左右 風吹和緩的東北風 稍後轉吹北風 至於展望方面 預計香港未來幾天的天氣 都持續多雲 也有幾陣雨 而周末期間的天氣 會繼續相當清涼 各位要留意了 今天早上的天氣報告說到這裡 再見